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接下来针对谢长廷访问中国 期间与中共官员会面 以及言谈内容涉及宪政议题仪式 民间团体今天表示 政党或政治人物都不能够代表 台湾人民与中共进行政治谈判 提醒台湾朝野政党 凡处理两岸议题都不应该回避民主程序 谢长廷以个人名义前往中国 虽然并不是代表民进党 不过因为临时会见的中共官方代表 引起讨论 民间团体表示 外界不应该将此行 鼓吹成民共交流 同时提醒政治人物 与中国政权来往时 不应该跨越民主底线 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地方 提出所谓的底线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情况 虽然有点模糊 但是我们是有担心的 那特别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现前院长死刑 我们感觉不到 他在行程中有提到台湾的民主 跟人权的基本价值 学者提醒各政党领袖 如果对两岸政策有主张 应该先跟人民沟通 并经由民主程序 取得人民授权及多数共识 再与对岸进行正式对话 两岸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确实大家要坐下来谈 要化解彼此的一些 可能发生的冲突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差异要处理 政治 经济 文化 民主 人权 对岸所设下的这个政治对话的前提 国民党在那边 敲九二共识的编故 然后还有说民进党人所陷入了 某些民进党人所陷入的这些迷思 我认为都是不必要的 谢长廷仿中后续发酵 两岸交流过程中 如何坚守民主价值 检验台湾政治人物的基本态度 新唐人演的电视 吴天长 刘兹营 台湾台北报导